持續延伸台積電喔 為了滿足AI晶片的需求 現在晶圓廠商紛紛的擴產了 所以冠青老師說 AMC的監控需求 現在大為的增加 什麼叫AMC 誰在做 誰做得最厲害 好的 我想了 其實AMC就是所謂 我們看到這是第一頁 就所謂的氣體性的分子污染物 簡單就是說 白一點就是空污 空氣上面會有很多粒子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能看不見 但是這些晶片現在很可怕 因為這個製程下去萎縮的話 那個晶片每一個細條裡面 只要一點點的一個污染粒子 它就掛掉了 對不對 所以這叫什麼 這簡單叫做AMC 當然這怎麼減血 就是Air什麼什麼東西就對了 然後它這個污染物 大小多少 0.3到1.5的奈米 所以你看到現在要進行到2奈米 所以你只要隨便一個一點丟進去的話 它就可以把它的線路給卡住了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製程持續萎縮情況之下 會影響日漸增加 你去想以前做什麼 以前是20微米 20微米的話 你丟個1.5 1.5奈米會怎麼樣 你去想想看 就是應該說這個奈米的 應該說現在奈米的製程 如果以前20微米好不好 以前我們看到20微米 什麼30微米這種製程的話 你多掉幾顆你都沒感覺 所以你看到這種製程萎縮影響很大 然後我們就簡單來算 這簡單數學而已 如果在5奈米製程 就是說線寬在5奈米而已的話 你大概5個到17個氣體分子 就把整個線寬給佔滿了 那你晶片要怎麼運作 對不對 一定使得良率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現在2奈米來了 他你有提到2奈米的GAA架構 又特別的脆弱 對AMC這部分特別的敏感 那有人去計算 晶圓只要曝露在低濃度 叫4PPV 這PPV就是所謂的一個十億分之一 我們一算看的是PPM PPM是什麼 百萬分之一 這十億分之一 比PPM小非常多 你只要4個PPV的AMC 不好意思 40分鐘之後會造成很大傷害 可是晶圓事實上 在製作過程當中 完整生產過程要多久 6到8週 那你說真的 這40分鐘你就掛掉了 那更放6到8週 你這晶圓全部報廢 全部報廢 所以根據估計 目前為止 因為現在還沒有2奈米 2奈米是在市場當中而已 在2奈米之前就是說 現在所需要AMC的微汙染的防治設備 7奈米一條產線10臺 5奈米一條產線15臺 3奈米一條產線18臺 所以你看到從7到3 多增加了8臺 現在2奈米多少臺 你看你這種數字來增加的話 很可能什麼20臺30臺 可能都有可能 因為越來越小 你可能需要防治的汙染越來越多 好 簡單來說 未來的設備 完整的生產週期6到8週 容不下一點點 所謂氣體性分子的污染 沒有錯 所以去監控他的設備 就非常重要 國內誰在做 好的 我想國內領導廠商 叫華景電 那這華景電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過去有一陣子 他都沒有在漲 有一陣子他本益比 都低於20倍左右 為什麼最近大漲 因為連續三個月 五六七三個月 他的營收年增率 幾乎都百分之百 一倍啊 沒有錯 六月份第一點 六月份是年增率百 九十九點幾 不過營收是創架歷史新高 二點幾億 那連續三個月都是幾乎一百 一百多 這件事情反映的是 廠商已經開始 開始在跑二奈米的基台了 對不對 那我們講到 他本身他是台灣的領導廠商 他AMC的防治設備 佔營收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他有做別的東西 什麼RFID 派工什麼等等 其實他的最大客戶 不管如何 他最大客戶就是台積電 他在台積電 AMC防治設備 市佔是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說 每兩台基台裡面 有一台多是他的 對 所以你看到 忽然整個股價 為什麼會長得起來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這個奇怪的地方 然後這一位 這個應該說 這家公司總經理 叫做古鎮惟博士 他以前在哪裡上班 在現在很高價的 加燈上班 台積電設備廠 沒有錯 在加燈上班 其實加燈也在做這個 等一下我們下一頁會看得到 他的論文就是什麼 晶圓儲存 與傳送之污染控制 真的懂 為什麼要這麼講呢 事實上大家知道 我不知道這個 祝阿記不記得 劉德英的論文是什麼 細光子 大家聽得懂了吧 劉德英論文是細光子 所以細光子大漲 台積電會做細光子 他古鎮惟的論文 就是晶圓儲存 與傳送之污染控制 所以以後沒有買股票之前 都要看到 你要查論文 到底他的論文 主題是什麼 沒有錯 這是很大的一個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 K線圖好了 事實上 最近大漲就是因為 我剛剛講的 營收是連續的 其實營收是連續三個月 都是年增百分之一百上下 可是到六月才有人開始 除關期之後才開始大拉這麼一段 而且你要去注意到 我們切周線圖來看好了 上拉到這裡 他股價也不過才剛剛 還準備要創新高 再吹小一點來看 準備要創新高 他之前掛牌錢 這是他掛牌錢的時候 當時股鎮為博士還不是總經理 我記得沒錯 那時候是處長 什麼設備處處處長而已 當時股價是拉到兩百八四點五元 那時候大家就在講 那什麼五奈米 八 七奈米 五奈米 三奈米的故事 那時候沒有人相信 可是現在呢 經過了掛牌之後 一段這麼長的時間整理之後 現在要進入二奈米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這前面這高點 會不會不是高點 我們不曉得 不過我們來切日線圖來看好了 其實剛好 其實今天是創近期股價新高 最高是兩百二十二元 沒錯對不對 而且我們切一下這投信買賣超 投信事實上到現在為止 他都沒有賣 手中沒股票 他沒有股票 最後我認為勢必回補 而且你看到我們回到剛剛的一個字卡 他本益比幾倍 他本益比才幾倍 就算漲到這裡來 本益比才二十八點二五倍 我們介紹過的均好 現在本益比快九十倍 對不對 所以相較之下 這種微無短房子的公司 我個人認為說 你說兩百二十很貴 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貴 因為本益比才二十八點二五倍 而且你大概可以猜得到 第二季財報公布之後 本益比就降下來了 因為第二季他一定非常非常是賺錢 我看一下K線 如果他的K線長的是這樣 這種股票要用追的嗎 其實我個人認為 你積極一點 你可能就是只要稍微拉回 就要去買了 對不對 但你如果消極一點 你等兩百嘛 你等兩百嘛 因為畢竟我們看到 現在本益比是二十八點二五倍 我個人估計他今年第二季 說不定賺的會比第一季還要多一倍 你這種設備上就這樣 他只要機台一開始大量出貨的話 他的跳升幅度都很大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 就看你積極或消極 而以這種價位來講 我認為台積電供應鏈 都能夠有九十倍本益比的情況出現的話 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滑井電 好 怎麼看這晶鼎 第二檔晶鼎 其實晶鼎不是專長 在做AMC防制設備 對不對 晶鼎在專長做什麼 他在代工應用材料的 什麼CVD PVD LD 就是說什麼 什麼化學氣象層基 原子層層基 物理氣象層基的設備 這才是他專長 但是他不是專長的部分 他有一家子公司叫什麼 叫做凱諾 子公司凱諾 他就是在研發先進製程AMC設備 而且你要知道 其實台積電的AMC這部分 他是佔六十趴 剩下的幾乎都凱諾拿走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也是很厲害 然後凱諾也不只是做AMC設備 他也做什麼 機能水的深層 這好像有點感覺跟 我記得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 俊敏有講到 那個做水的很厲害 對不對 半導體制動畫設備 這大家都會做啦 這些東西 他打進台積電 聯電 英特爾跟美光等等 對不對 然後呢重點來了 他本益比真的是 其低無比 十八點四一倍 對不對 如果說你要選台積電 本益比 台積電工業 本益比能夠低於二十倍的 以前還有一個滑井 現在沒得選的 現在二十八倍 他現在才十八點四一倍 我沒看一下K線圖好了 事實上 這在看這個經領之前 我們現在看一檔股票 六九三七的天虹 這也是我們在這節目 跟他講過的 天虹最近怎麼漲的 是這樣漲的 對不對 我在節目講說在這裡 講完之後一路暴跌 跌破兩百塊錢 因為營收不好 結果他漲到這裡來怎麼來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 那什麼CVD、PLD 那些有了沒有了D的 那些台灣自製設備裡面 第一選擇叫天虹 台灣的自製設備 因為他號稱他的一個成本 只有人家的八成還是六成而已 那硬材 我們回到這個應該錯 我們回到這個京頂 我們要聽京頂來的K線圖 那京頂呢 我們剛剛講 京頂是代工應用材料 代工應用來應產那些設備 所以相較之下 你說我們的本益比沒有跟天虹來比 天虹第一季賺一點二五元 股價將近三百塊 他第一季賺五點 五點多 賺了五點多 股價現在多少 這兩天最高不到四百元而已 所以我說真的 我個人認為是相對的便宜 他已經漲了這一波了 再接下來怎麼找卡位的時間 其實我認為 你看這一波是從除息之後 除息之前全部在裝死 連動都不動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擔心說 除息要被政府課罩很多稅 分離課罩要百分之二十八 最近你去注意到 很多公司都除完息之後 尤其呢 如果說投信沒有多少買的 都除完息之後 開始大動特動 對不對 你看投信其實應該說 這都不是ETF 高股息ETF買 高股ETF 你可能要除完息後等三天 類似像這個聯發科那個樣子 你看到就一路的往上走 我個人認為其實因為現在本益比 本益比連二十倍都不到 你去哪邊找台積電 供應鏈本益二十倍都不到 真的啦 我覺得買就對了啦 對不對 不管他是不是那個跟那個 因為說他的子公司多厲害 甚至他本身自己就很厲害 而且本益比是相對的低的 目前台積電有合作的 相關AMC廠商 最大客戶台積電 百分之六十的華景店 另外就是金鼎座了 好 再下一張怎麼看待 加碩的題材 我講呢 加碩其實是最近才剛掛牌的公司 但是實際上在新櫃掛了一陣子 然後呢其實他做什麼 他做光照盒跟EUV光照盒的相關領域 而且他專長是什麼 來了AMC關鍵是出現的 AMC充氣儲存設備跟盤面控制 就是這個要這樣子解釋 因為他就是現在 就是搭配著母公司加登 一起來賣EUV光照盒 你跟我買EUV光照盒 你就搭配要去買他的AMC充氣儲存設備 搭到便車了嘛 然後呢重點在這邊 其實這個應該說邱董市長 兩家公司都是邱明前董市長 他有跟大家解釋 他說EUV光照盒 他只要一離開呢 他說你只要這個晶片 一離開這個EUV光照盒 你只要一離開曝光機 就需要長期間的充氣保存保鮮 就是他在做的充氣儲存設備 沒錯 就是加碩 所以加碩跟加登 就像應該怎麼講 就是你有他就有我 你沒有我 你也沒有他 對不對 你不能只有一個 你不能只有一個 所以你看到 所以這個應該說 他剛掛牌的時候 其實這個應該說加碩加登的董市長 邱明前他講說 他們就是撥了兩億元 兩百六十元到三百三十元之間 他們要持續加碼加碩 讓我想到什麼 我記得在這個節目跟大家講過 這個聯發科那個答發 當時我們講說四百多塊錢 聯發科答發去掛牌後破 這個破破他成銷價碼 很丟臉啊 這個聯發科就說什麼 我要持續加碼 我要持續加碼 對 真的非常想 而且呢 當然相對之下 加登跟加碩來比的話 你看他的本益比 他比加登便宜很多 但你不要嫌得加登貴 等一下給大家報告 我們先看一下K線圖好了 好 加碩平常量不大喔 對 我們縮小一點來看 其實他最高點339 其實我說真的 這個很輕易就過去了 對不對 因為他的母公司本益比62倍 他的本益比才多少 才三十幾倍而已 而且我們剛剛不要忘記了 330以下加登還要加碼 表示他真的是非常看好這個產業 因為我在賣一個光照的 一個EUVPOD 我就要賣一個這個 他的一個AMC盒給你 對 還有包括他所謂的盤面控制 所以你去看到老實說 當然你說這個 因為剛剛掛牌沒有多久 好像K線上面 沒有什麼想法價值 可是你看到 今天是遇到前波高點 有人可能套在前高 想先出場了 但是這些人出場 不是什麼壞事 我想往前波 往339來靠近 應該是很有機會的 好 這是加碩 怎麼看 有你就有我的加登 好 我們先來看下一頁加登 加登法說會說他做什麼 他就是一戰式的解決方案 半導體的一戰式解決方案 半導體制成裡面從設計 前段 後段 封裝 你看 只要用到盒子的都有他 這全部都盒子 盒子盒子 全部都盒子 都盒子 我們還不講他 他要切入什麼航太 那個都小事情 你只要用到盒子的 全部都看到加登的東西 所以我提供 所謂的一戰式解決方案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一個字卡 其實在這邊你看到 他的唯一最大缺點是 他真的本益比很高 可是你說本益很高 他高貴不貴啊 他提供半導體制成的一戰式解決方案 5奈米的時候光照要10成 3奈米需要20成 你看增加這麼多 那2奈米呢 是不是需要30成或40成 這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數字 那每增一成啊 就需要多240到260顆的EUV光照盒 我們看加登的K線圖好了 其實加登最近股價創新高了 524元嘛 這我們前面就沒什麼好看 就是反正過高之後 現在台積電的供應鏈就這樣 過高就是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如果以我的選擇來講的話 因為既然加登都告訴你 我要買加塑 你還不如跟他去買加塑 對不對 我想這些跟AMC有關的一些 應該說一些供應鏈裡面 我們剛剛講的 從5奈米到3奈米到2奈米 他的需求就更重 對不對 那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我覺得這些個股 你還是值得去留意的 太好了 謝謝冠青 請先回座了 今天又跟你產業上了非常重要的一刻了 所以接下來建廠的過程當中 誰的需求持續的增加 題材操作之類 請我給你做參考了 今天最新的變化 這場政局 這場美國的總統大選 民主黨現在要勸退拜登 拜登的朋友 今天正式的對外說 他很快的就要做決定了 有人可以頂替他嗎 有可能是誰 但是今天專家要告訴你是獨家的論點 接下來民主黨有一個底牌 休息一下稍後告訴你 投資市場瞬息萬變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麼樣隨時能夠掌握最新訊息 重點是做出專業的解讀 而且化為精準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斷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前線百分百 每天帶你掌握全球最新訊息